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Samuel 料理老师 百合炒带子是广东一带有名的家常小炒 婚宴上也常见 讨个百年好和早生贵子的好彩头 先备料 百合冲洗后 用小刀切掉底部 再一半半剥开 洗净 带子斜切成片 两面均匀撒上薄薄一层生粉 这样能保持带子嫩滑的口感 热锅起油 不粘锅烧热 加油 下带子烧煎 盛出粒油 下百合翻炒 加一点清酒 能很好地去掉百合的苦味 最后将带子回锅炒匀 撒上盐 鲜嫩爽脆的百合炒带子就做好了 有水晶溫的环境 是最強的 好